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条旅行探险之路 他说 人生总要做一些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情 2009年 秦慕第一次走入藏北无人区 抢堂 他的生活就此完全改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般辽阔又平静的枪堂黄园 孤身观测 考察 拍摄野生动物和自然地貌 这片辽阔无际的荒原就是被称为枪堂的藏北无人区 面积超过六十万平方公里 平均海拔五千米以上 长久以来一直是人类生命的禁区 这是西藏最神秘的角落 藏族人称它为北风的空地 我们对它的了解跟它这个名字所富含的意义差不多 就是一片未知的空地 它确实过于偏僻 过于遥远 过于广袤 当你真的深入这片土地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冷酷 它有它生机盎然的一面 而且自然的状态是那么完美 那么和谐 青木第一次踏上枪堂的土地是2009年 因为是初入荒原并没有抵达预设的终点 但积累的经验让它在2010年出现了一个传奇 古身一人推一辆自行车 负重二百斤 七十七天横穿大枪堂无人去 这些在它旅行中拍摄的为数不多的照片 记录下了这段在世人眼里难以想象的无人去之旅 我觉得自己还是很幸运的一个人 因为在这个时代 城市太多了 荒原反而不多了 还有一片荒原去等着你 让你去自由地跋涉 有这么一大片土地 它是保持一个原始的状态 有这么多野生动物在自由地生息 这种自然的概念 以前可能我有一点 但没有这么明确 当你真的去身处这片旷野的时候 看见有这么多野生动物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自然离我们并不要远 ce不消息 别早就在家后 有什么云相对 我们还カffe 我们可以帮忙 我们可以帮忙 很总的 我们出去 在我们可以帮忙 请不帮忙